Hello 自從BOMTUM摺車的專利過了之後 市面上雷小步的摺車好像雨後春筍一樣 我相信喜歡它的原因除在外觀上之外 它用16吋349輪組摺得特別細 適合香港的細小空間都是一個主要原因 而今天我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市面上比較受歡迎雷小步Mint最新出品BOB75號 如果有印象的朋友 我們旁邊台的Chris之前在單車鏡給小朋友挑機 當時踩著摺車就是他上一代BOB6 不僅如此 我還會找來另一架很受歡迎大看的MINI 349 跟它詳細做比較 讓你入手之前做好功課 想知道詳情的話 繼續看下去吧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 我叫光頭仔Jason 我這個頻道會分享很多產品的介紹 玩樂資訊和教學示範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影片的話 歡迎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們一有新片的時候就第一時間通知你了 首先不如我們看看這架 MINI 7類小步詳細規格吧 整架車是用了Carmoni強化的鋼去製造 車把就用了M字設計的手把 把手膠就是海綿設計 ODI的牌子 配合小步特有的煞車甲 以及7速止撥 把手方面跟小步一樣 不能調高低 但前面跟著一個珠臂位 方便可以放其他物件 整架車是用C鉗作為煞製 已經跟著泥檔 輪組方面 當然是16吋349吋 鋁合金輪組配合這個粗度是1-3% Skinwalltide 而車架中間你見到 這次升級了特別是精緻CNC的接合夾 去到車中間 它用了這個比較典型的有這個窩釘設計座位 下面它的座管夾都是用這個小步設計的 鋁合金的座管 而它這個前面大餅用了中空CNC金屬筆 前面的大餅就是這個52T 配合了這個可以摺的膠的腳踏 但有一個位置其實它也有少許細心 就是它在Crank的頭部有一個膠 防止你撞到的 而後輪方面基本上設計和小步是一樣的 開檔前輪是74mm 而後輪是112mm 即是意味著小步的配件 在這輛車同樣可以用得到 但它就升級了這個7速轉波 由這個11到26T 它是用回時加7 o clock的傳動系統 但要留意 因為配合後面開檔比較窄一點的關係 它這個7速的傳動 它本身的齒邊和我間距 都是用這個10速的規格 所以它的鏈是一個10速的鏈 連波腳你會見到是一個電導 CNC加工十分精緻 配合這個定鏈器 看起來十分漂亮 不單止這樣 它本身這輛車已經後輪跟著二行輪 和這個尾架連後來檔一體式設計 當然一定要說的就是它接合位的避震膠 顏色方面我眼前這輛採用了拉絲銀的拋光設計 每面就有少少力架的處理 配合它其他精緻的好像座管夾這些配件 看起來很典型的 在我們詳細比較這兩輛車之前 這裡給大家一點單車的冷知識 剛才有聽過這輛BOB7是用了CAMONI的鋼去做的 其實它跟一般單車用的鋼是不同的 CAMONI的鋼其實是混合了鑼和木合金元素 目的是增強硬度和韌性 尤其是延展性 所以CAMONI的車架具有吸震的能力 當然它的抗腐蝕功能沒有鋁合金那麼高 所以很多時候出廠的時候 車架都會有一些防腐的塗層 去延長它的壽命 另一個較常用的物料就是鋼合金 其實它裡面混合了尾和直的合金元素 它的土柱是輕一點 而且它的剛性很強 提供到敏捷的起步 同一時間它的抗腐功能也高一點 但它相對CAMONI的硬度沒有那麼高 同一個力度的話 它相對CAMONI的較容易截斷一點 而且也沒有CAMONI的吸震能力那麼好 而另一架我們要跟BOB TUB做比較 就是我們早前也有拍片介紹 大康的一架MINI 349 它做一個兄弟就是 K3和349純粹多了一條馬甲線 它最主要就是用鋁合金的製造 前後也是用碟煞設計和9速的變速 想知道詳情的話可以重溫我們之前的介紹片段 首先不如我們比較一下兩架接合後的尺寸 兩架其實都是接得很細的 但是這個BOB TUB的尺寸很明顯 尤其是高度是比較小的 所以在接合尺寸方面 BOB TUB就贏了分了 接著我為大家比較一下這個接合的方式 there you go 在接合方式方面我會選擇 Bob-7 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 即使Mini 349主要的接合位是車架中間和頭柱 但手部的角度和高度都要適當調校 令到接合起來才不會夾著 變相有四個位是要調校的 但 Bob-7 用了小部的接合方式 主要是頭柱、車架中間和尾探 三個接合位 雖然車架中間的兩位要扭螺絲 但整體來說 不會比Mini 349長 第二點是接合後的咬合程度 Mini 349會有磁石扣 但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受動而抹開 相反這個Bob-7 其實它的接合方式 前叉有一個勾 勾樹花的後叉 而前面的頭柱 反過來時也有一個損位 設定了 而更加就是它的座管 可以穿到下面 頂著後輪 讓它不容易翻出來 感覺上整輛車穩固 不要說搖來搖去之後 散了出來 第三點是推動方便程度 這個毫無疑問 Bob-7 明顯是優勝 因為它有四個輪的二行輪 而且因為它的車架的咬合程度高 推動時沒有那麼容易散開 而且它還有兩個推動方法 一個就是用這個座管升高 另一個方法就是用這個頭柱 兩個都各有喜好 而兼且它的推動方式 是整輛車的重量放在地上 用二行輪去承擔 變相我的手只在控制方向 相對Mini 349 其實它推動都方便 不過我始終要扶起整輛車 部份重量都在我的手上 而兼且它轉向的時候 它中間攝石扣是有時候 可以容易反開了 在Gear Ratio方面 Bob-7 前面是52 後面是11、26 這個Mini 349 前面是55 後面是11、28 其實Gear Ratio不是差太遠 分別的就是它的極速 可能這個Bob-7 會慢 Mini 349 少許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它7速和9速的分別 Mini 349 會比較優勝 可調校方面 兩輛車的座位都可以很大幅調校 而Bob-7 選用了M字把 坐姿會挺身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坐姿 就必須要更換一支 一字把的Handle Bar 但因為它的配合 接合尺寸的關係 其實M字把 可以調校的角度 是不多的 但相反 這個Mini 349 它的把手的高低 和把手的角度 其實它都可以調校 在調校性方面 Mini 349 稍高一籌 比較奇衡的感覺 老實說 這一部分比較主觀 我們會用這個車架的設計 作為一個設入點 用這個優閒的騎 作為定位 去和大家分析 Bob-7 用了Carmoni這個車架 剛才也有說 這個物料具有吸震的能力 踏起來稍為舒服一點 而且後面的尾膽有避震的效果 亦增加了舒適性 而Mini 349 本身是鋁架 它有提供到光性的敏捷度 但同一時間 舒適性沒有Carmoni那麼高 而且車架、把手和樹管 可以調校的關係 變相整個車有多些虛位 如果這部分是扭不緊 有時踏上來感覺上就會有些虛位 舒適性這部分 我就會選擇Bob-7 輪到大家很關心的磅重環節 這個Bob-7 連腳踏和尾架 重量大概是11.4kg 而Mini 349 以公命起見 我們都放尾架一起磅 加起來重量是10.8kg Mini Bob-7 的類小布 連用很多不同的顏色已經登錄了Jolly Map 歡迎來我們門市或網站去選購 如果對這輛車有任何疑問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盡快為大家一一解答 除了這個Mini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款式和品牌的摺車 連同其他改裝配件給大家選擇 歡迎來我們門市交流一下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產品介紹 玩樂資訊和教學示範 記得按讚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下條影片見 拜拜 下條影片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